神脑病史都是基因决定的 你为什么不从基因做手的 你谈那些东西干嘛 但是你不认知的时候 你就会把某些现象都说得非常的重要 你会把肝细胞说得非常重要 你会把蛋白质说得非常重要 你会把免疫学说得非常重要 其实没有基因什么都没 刚刚听说你那个炸雷管的事 比较可爱 许志远 志远是做那个单向街 什么呀 单向街 开书店的 单向街书店 是从来不读书 哎呀 是 太多代表过去的东西了 过去的东西忘掉它了 但你又是被过去的经验所塑造的人呢 不是 我就是因为没读书 所以我才不受书 我不喜欢读书 那个人把他胡写 我也曾经胡写过 对啊 看你写了好多东西 那这是顾由别人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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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坐 好 老师是从来不讲座次的 华大有两个事情给我彻底这个样子 一个就是星座这个 七八卦和一斤那块 是从文化层面去 还有一个娱乐层面上的铺个牌 就华大的小伙子 姑娘们是在一起不能谈星座的是吗 我说你谈星座里面华大是吗 你把每一个星座后面的基因关系给我找出来 对 你随便怎么说 星座 本教的事情你不说 哈哈哈 包 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达尔文这名字的 你也是上达尔文 嗯 那时候我们第一个学的就是 那个政治经济学批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对啊 你担心这种基因研究会变成另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吗 担心它干嘛 嗯 这不可你觉得是不可改变的 当然 嗯 我操心不了的事情我都操心 我费那个劲 嗯 所以我是为什么现在反感他们谈八卦那事情 就那个时候 人类金座计划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 什么事情都要搂地僵 要解决根本问题 对吧 神脑病史都是基因决定的 你为什么不从基因做手的 你谈那些东西干嘛 但是你不认知的时候 你就会把某些现象都说得非常的重要 对吧 你会把肝细胞说得非常重要 对 你会把那个蛋白质说得非常重要 你会把免疫学说得非常重要 其实没有基因什么都没 所以说在上一千年 你科学家的评比上 有的把牛顿放的第一 按时间排水 牛顿 安因斯坦 物理学家最看不起的就是达尔文 达尔文干什么呢 就是捡了一堆标本 一堆尸体啊 干尸体和那个化石啊 他放在家里面看了二十年 写出了物竞天泽啊 说他就是一个标本员 华大招人看不起 你们是测序吗 那堆数据有什么用呢 我说同志们 这就跟那个做那个双螺旋啊 就跟达尔文捡标本啊 看谁能够弃成丹田 你这个数据多了就不一样了 我想从未来来看的话 可能达尔文会排到第一位去 比如说回到更更小的时候 比较清晰的感觉到 就你现在说这种 就是价值观的这个成立 实际所以是不会这么想 不是我觉得价值观不重要 但是您是靠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观 在驱动自己也好啊 不是不是不是一定不是 我在价值观上放到最不重要的位置去 三观中央最重要是人生观最重要 人生观不就价值观吧 两回事 我三观都跟大家不一样 第一个我是世界观跟大家不一样 我看世界我看得见将来会是什么样 无非是我就一定能实现 所以说你今天参观的话 我们所有东西 名人上的东西都在世界 有一个侧鱼跟一个正常计算机相比 是个什么概念 它能可比吗 和计算机比的话 它可能计算机更多的就是电气元件为主 在这个里面它有生化反应 这一步 有没有有一天比如这个东西也变成像一个 ThickPad或者像一个 对对对 我们做的最大的一个对比就是摩尔定律 就是计算机不是因为摩尔定律 从一个特大的库房一样东西 就跑到一个芯片那么大 就这个测试仪也会 也会这样 对 在这感觉像陶一鸣在研究生物技术的一样 就是 嗯 那么你坐呗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些测试仪的机器那么大 有一天是不是我们的手机 你的基因所有东西可以很快这么检测出来 然后对自己的生命的修正更正 你说有一天是 你怎么算的 哪一天 20年 10年 很快量机就出来了 然后它会怎么样 我就很好奇 有生活变成什么样子 你的生肚病是变成一个3D的4D的表现系统 一个阿凡达的表现系统就出来了 嗯 但是我就始终想的就是 对自己有种帮助对人类 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的 嗯 改变就是生产上的改变 能不能把农业 把一万年的农业模式都给它变了 嗯 我们的那个新楼里面300平方米20米高 嗯 要供应华大6000人的那个蔬菜和蛋白质 一人一个立方米够了 嗯 这就是我们的明年的目标 我现在农业就提出了这一劳永逸不劳而获 嗯 工业的崛起它是农业支撑的 相对于工业革命你算什么呢 工业革命做法是这个种吹锅拉锈 所以我就充分体会到大规模的操作的成本和效率的关系 然后我们动不动就把市场价格砍一个零 现在美国做一个PCR做一个疾病的诊断是1400块钱 我们现在做泰儿承担我们提出一块钱 嗯 那实际上是根本美元比是一比一万了 嗯 如果实行的话这个整个国家的面貌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深入市全部启动了昆明全部启动了 前西南 于北 那已经开始了 已经将近一亿人口了 嗯 现在就在这些区域的话那种未来新生小孩那种那种基因疾病就会 马上就下去了 嗯 所以您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基因缺陷啊 甚至很少疾病的世界的那时代的出现 对吧 嗯 我就认为就快到了 所以敲钟的时候为什么 我说是敲响了基因相关疾病的上种 嗯 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时代 就跟农业时代跟工业时代没法说到一块去 所以过了20年之后 我们所有的对于经济生活意义的理解都会发生很巨大的变化 农业革命 嗯 和原始采泽带来的变化 嗯 工业革命对农业革命的摧毁 嗯 对吧 信息时代对工业思想的摧毁 生命科学对工业思想 这边是纳米尺度的 这边是微米尺度的 到厘米尺度 你对你的生脑病史 就像看一本那个莲安画一样 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什么不舒服 他一比就比得出来 那我所有的变化都清清楚楚 那我就真的知道我的生脑病史 是哪一天怎么控制 你们你们现在上面这个好 还是下面那个麦好 上面上面好一点 方健很少谈论他的早年经历 在媒体上他总是强调 他们拿我做广告 吃喝玩乐是他的人生哲学 活着是应道理 健康幸福的活着是应道理 活得长长久久高高兴兴 是硬硬硬的应道理 其他全他们扯的 还有莎斯比亚来的 谁要扯娘的 就是管他那些东西 我靠 你闻闻这里面的气味 你看看我们这里 什么人间仙境 你闻闻这里面的气味 是吗 再造个伊甸园的感觉 那当然了 是吧 没有把人造完了 这些智慧都有了 一个内心要当上帝的人 太可怕了 走走走走 接着聊 是好神奇 我现在是整个想象就是 室内环境室外化 室外环境动物园化 最终是造这个人间仙境 我懒得理你 你们爱说我好呀好 画呀好 你有本事有这个地方 让你在这活着 那你觉得未来五年 十年或二十年 最重要的大知识 到底是什么呢 医疗和健康是非常清晰的 对吧 就是对生命的掌控 对这个新型农业的掌控 万物生长不靠太阳 立体农业不靠土壤 掌控生脑病史 不是梦想 你觉得这样的时代会来吗 肯定会来 是不是 你不觉得可怕吗 可怕那是工业社会人 一为可怕 我们是未来社会人 不可怕 对吧 他们那天说 你这小子 你这哥们老哥们 你就是一个混在当今 活在未来的人 我说这个话对 我还听 我这当今的东西 我就没多大兴趣 对吧 这个环境一进来 你就2.5也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 氧气也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一到火星 一到别的星球 就都不是问题了 绝对不是问题了 就现在所有地球的困境 都可以解决了 当然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说 世界是会活得长的 人准备的 你不要去想那些社会问题 你费那么多劲 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你也不想想世界 下一步是什么 往那一蹦过去 这些过去全都去掉了 对吧 往事如烟 它就是如烟 那你就说 对您来说 从莎士比亚到哥德 到鲁迅都没有意义了 他们这些人存在 他们东西我从外不看 谁是谁啊 这是一个最大的冲突 就是生命科技 和工业革命的冲突 所有的思想 文化积累都是工业革命 和农业积累来的 我说不要去看那些东西 我们进入个全新状态 我将来把你大佬给你解密了 思想再拐不惯来 给你灌点迷魂汤 再给你吃点幸福水 但您不觉得人的记忆痛苦 哪来的记忆痛苦吗 痛苦什么苦 你这不是对人反而来这样 我怎么没痛苦 你不可能没有啊 怎么可能没有痛苦呢 如果你坦诚的说 没痛苦 好吧 这属于耍赖 真正的痛苦是来自于吃不饱 穿不暖 你痛苦一定是把你的思想要强加于别人 别人不听你你就痛苦 我根本就不想你怎么想的 我怎么会有痛苦呢 你骂我 我从来没听见 我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要你这儿说我啊 想那么多看嘛 你躲开那种那种痛苦不就完了 这个痛苦并不一定是对抗啊 这就是人的一种天然的一部分啊 那天然你换一下的 你作为一个猴子 你打兵那个猩猩 我觉得你规计 你规计肯定不同意这个 我觉得 所以我规计 技术失控带来的风险 我管得了吗 但是所有 比如当年 比如爱因斯坦造了原子弹 他其实是很内心很多的纠结斗争的 他觉得这个事情由他而起 不是 你这个说法就是典型的这个学者的想法 我这 你这给我扣帽子 然后我就把他们说了 学者都可以这样 我说你给我闭嘴 你做一些事情你来 你来前头从头做到尾 你说后来怎么样 他马上就不说话了 你做着做着你就知道了 你有那么多责任 你有那么多人 张子只要吃饭了 他跟实践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人批评实践 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的一部分 那你去批评你的啊 我他妈也没听见啊 我都管那么多了 地盘在我的手里 我想怎么干怎么干 我没有拿纳税人的钱 才做这事 你就管不着 potentially会带来双人见 potentially 那我就不能不动啊 嗯 什么事情 前缘都是双人见 你这个必须面对这样的事情 如果 所以我都不参与这样的讨论 你问我 有什么痛苦 我没痛 我有什么痛苦 问我有什么难处 我没难处 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往前走 精神上的东西要靠自己化解 当你这种社会问题解决不了 是你换种活法 对吧 你像文革的时候呢 弄的时候我下乡去了 我跟农民在一起 那无忧无仇 对吧 所有斗争跟我们都没关系 我们是唯一的就是填饱肚子 那不是一种活法吗 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去出国的时候 跟着去出国 跟着墨西哥人在那学英语 觉得很累 但是我有一份工资啊 我有吃饱了 学得好就学 学不好就不学的 对不对 比起我们的前辈 比起我们的那些当年的那个想象之青年 我们太幸福了 我前一段被一个人狠狠打了一拳 骂了我几句 我后来就想给他下跪 68年4月份 我们俩的那个猜拳 福克劳个命嘛 猜拳嘛 打倒刘少奇 打倒邓小平 他蹦出一句话 打倒 对吧 嗯 我说这不能搞了 不玩了不玩了 几个小时警察来就把他带走了 我也没当回事 嗯 然后很快 我就离开学校了 我就下乡去了 然后一晃三十多年了 我们小学同学聚会 说老王你台湾的现在是名人 你必须回来 他就给了位去 想不起来他是谁 我们俩当时做的一个应该做的 他判了十二年 我操 他七十年代的时候 他可以写个申诉书什么东西 就给他放了吧 没人管他 家里老人去世了 没人了 他一直把牢底做到八十年代的时候放出来 放出来他就不敢面对社会 你像我们的小学毕业他也没有文化 也没有亲人 没有社会照料他 他就跑到一个那个乡下老远的地方 承包了一节公路 叫做修路 你又修了十几年 所以修路没法活下去 也没人管 所以他没办法 他又回到城里 城里他活不下去 他就摆个小摊 小摊那边上有个小摊 一个单亲妈妈 就他们两个互相照应 然后两个就生活在一起去了 六八 七八 八八 九八 零八 哎哟 四十三年 四十二年 他见到我 他打我一拳 眼泪水出来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 他认为是我举报他的 我说怎么可能呢 我们家那么黑无泪 我怎么可能举报你呢 但是警察问我 我说是说过那句话 然后我们就不敢玩了 像这种东西你说 所以我这个揪心了 这种 怎么能避免生活中的这种 这种东西 后来我的结论 这华大人都知道 同志们活着是一种道理 健康幸福的活着是一种道理 活得长长久久 高高兴兴 是硬硬硬的一种道理 其他全他们扯的 什么狗屁精神 想不明白换种合法 这个地方不行 那个地方去 还莎斯比亚来他妈 谁啊 他娘的 这是管他那些东西 我想的是能实现的 不能实现的 先放一边去 我要在我有限的生命中 把我的认知和能力发挥到极致 在未来社会上可圈可点 留的一个 不要为那个 你解决不了的东西 一辈子犯了 但现在的华大 比如说在全世界里面 竞争者有吗 你觉得 没有 回到94年 当时您 总于在美国待了六年了 要回到中国 是跟受到这个 这个基因组计划的启发 那我管你们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技术变革的话 必然带来科学和产业的双重机会 工业的崛起 它是农业支撑的 对吧 所有的国家的 都是 都是农业崛起 你要回顾来说 那个民族卫星 它有三件事情 你现在 你不能不服它 主张大力发展隧道 所以它 到了甲午的时候 六个新品种 使它的整个日本的水稻产量翻翻 还有这个有意思的数据 对啊 它支撑着日本的农业增长 第二点是 工薪产业 培植的工薪产业 就是丝绸 甲午的时候 70%的军费是 商产业 是丝绸业支撑的 第三件事情 就是它确定它的海洋战略 它先是近海捕捞 然后到远洋捕捞 然后你去看那个 1860年 它确定的 它叫大东亚安全线 立宜线和安全线 所以它现在的 竞强于什么那种 海洋那种模式 其实是那个时候 是民族卫星确定下来 这三大的农业支撑了它后面的工业发展 所以你要搞一次新的 通过生物技术来完成的 新的类似的明智卫星的事是吗 不是 对啊 这个200年落后 我们为什么不到前面去跑去玩玩 我说跟到后面走烦不烦 烦 那时候到前面去玩玩行不行 行 完了吗 您什么时候觉得 我们现在真跑到前面来了 是我们带着去玩了 2003年 那么早就开始 对啊 2000年的时候 发现有大规模计算数学的方法 有香港的方法 能够把这个基因可以拼起来 就计算技术 和大规模的工业技术结合起来 可以突破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日本人没反应过来 英国根本就不跟计算机来往 美国有两派 一般就是数学计算 导向拍 一般是生物学导向拍 我一看 打什么架 这两个方法一块绝对赢 我多急责 我一看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挺意外的一个 不 你不在前缘你体会不到 对对 我一看到美国那个大的 他为什么行啊 他7000多个CPU抓在一块 我回来我就订了3000个CPU 跟我谈大数据 老子是祖宗的祖宗本 您有没有特别科学上或智力上那种偶像的人物 比如说达尔文或者什么 他会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人存在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在综合评价上 已经不次于他们的共享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了200多万人的出生缺陷空车 将近有2万个家庭了 如果我们明年做到2000万呢 如果我们做到20亿呢 对吧 要把这个科学的论文写在人类的地球大地上 商业直觉和领导能力上 怎么包括你那些朋友 比如像你跟比尔盖茨 或者有很多成功的商人吗 你跟他们你会潜意识做比较吗 你跟他们的相似和不相似 没有相似性 目标不一样 我们是为了拯救自己和拯救人类来的 我先拯救自己来 我说我对我自己描述很简单 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贪婪懒惰 12个字 贪生怕死就跟我来 勤劳勇敢的一边去 就是我说你笑你不信 我干你看你怀疑 我好理学你交钱 如果是纯粹一个科学家 你会比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在80年代的时候做科学很厉害 我87年的时候我就参加 湘雅的那个副教授竞争 我十几篇第一作者文章 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人受对手 最近我才突然悟出了 其实还是工具问题 我80年代初也那么牛逼 是因为世界银行贷款 给了一个电子显微镜 我他们天天抱着那个电子显微镜 别人跟我一抢 我就晚上干 你晚上干到10点 我从晚上10点干到天亮 所以那个时候你有新东西 所以你觉得工具是驱动一切变化 最本质的一个东西 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有了用火的能力 就有了食物肉食 才有人类进化 有了对稍微高的温度的控制 就有了陶瓷 就有了青铜器 到了上千度的温度的控制 就有了铁器 到了上万度温度的控制 就有火炮 到了上百万度 上亿度的就有了核武器 都是你对那个东西掌控能力 对一个工具掌控能力 你没有这些工具 不可能的 唯一一个人真正牛逼的就是那个 就是爱因斯兰 就空向出来 他也 他那个量子测量 他还是他想出来 有人给他测 所以那个物理科学实际上说白了 他也是个测量科学 生命科学也是个测量科学 对吧 你又测量 为什么我对这个认知那块 表示一个怀疑 因为你没有测量 没有真正可信的测量工具 对吧 我们思维过程是一个量子过程 我现在没工具 我量不出来什么东西 先犯法 那你相信灵魂的存在吗 你心那一堆干什么 费那个劲干什么 他自然到时候就会认知他的 所以这些灵魂这些意识 都是可以通过新的工具来 把它算法化数据化的 一定会 所以您也不太相信 人身上存在的那种神秘性 不可解的神秘性 神秘性是我不认知的 是无知带来的 对啊 哪有神秘不可解的 有因就能解得开 那会不会变成一种盲目的 科学主义式的自信 那科学训练的前提 就要意识到这种无知的存在啊 或者 无知你去探索 你觉得你有精力 你就探索 你觉得你有心去探索 那怎么比如解释像牛顿 这些人这么聪明的人 到晚年好像又回到了意识 对他们的诱惑 难道是他们不认知 就是说他们也认知水平也很高啊 对 这个心理上的逻辑是 现在是没法量化评价的 是不是永远都不可能量化评价 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是你管他们是干什么 你猜那么远干什么 您都想那么远了 我们就不能去 不是啊 我想的是能实现的 不能实现的先放一边去 我要在我有限的生命中 把我的认知和能力发挥到极致 就是在未来的社会上可圈可点 留在一个里面 不要为那个明治学 你解决不了的东西 一辈子犯子 但比如人类社会的存在 不就是因为一部分人非常的 要解决现实问题 另一部分人充满了幻想 才构成了人类社会吗 我们现在还不够幻想 就是说你以一种非常理性的面目 或者说和那个逻辑的面目 做了一个特别幻想的一事 是不是 对吧 一个疯狂的事 对 我已经够幻想 你说算让我幻想 就不公平了 对 但你想过自己身上的这种 这种这么持久的一个热情 强烈的热情 从哪来的呢 是基因带来的吗 不是挺好玩的 但您的生命不是吃好而乐 你的生命是创造力 创造性啊 你是对创造性的迷恋的 你不是对吃好 你对吃完一点不迷恋 我觉得你 你是忽悠人的 你是对不断创造新的东西的 兴奋啊 对 那也是一种玩儿吧 你把它当成一种玩儿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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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